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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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动动的枪 动动的枪 锣鼓炫天变炮奇妙 是的 说新年过新年 在一片响喝争中 随随我和小伙伴亲姑们 一起迎来了美好的2016年 此刻 我很激动 此刻 我很兴奋 但是此刻 天喇嚕 我们小兵们居然还没来上班 不过在假期前 他们曾给了我一份神秘名单 说是让我在这喜大普班的 出发假期里 为网友宝宝们一一揭晓 那么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公布 在2015年 出现在偶像弯弯碎中的小鲜肉们 他们都各自获得了什么奖项 前方一大波荷尔蒙来袭 宝宝们如果爱请深爱 如果舔请轻舔 最肥嫩肉抢戏奖 宗明轩 伴随着爸爸去哪儿 第三期的热播 几属明星家庭的把皮和孩子们 迅速哄变了整个娱乐圈 而在这几个孩子中 明明可以靠颜值 就偏偏自带到笑功能 变成了土费员的炮娃炫炫 被承诺邀请到了我们节目中 可是永远没想到 画风竟然是这样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宗世明 宗明轩父子 嗨 哈喽 好 大家好 哇 轩轩你今天穿的这个是 超人休闲装一套是不是 在那个爸爸去哪儿塞里面 那个造型啊 就真的一看就是混时尚圈的 一大墨镜戴着 花西装 还有它的标志性小卷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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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喔 哇 好不好 今天 背后造型是谁啊 是妈妈 是妈妈 然后每次要出发之前 然后他妈妈会为我们两个 两夫子配好衣服 就是爸爸去哪儿 然后这个节目主要是 呃 说爸爸带着孩子去哪儿 然后但是最后 然后都是孩子吵到哪儿 我就跟到哪儿 啊 这小子已经 已经被他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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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谁是小子 那谁是小子 你这个大小子 啊 你是小小子是不是 就是他妈妈还是马上会折腾他的 然后他妈妈也 我也学习 你是个男的 我是男的 我是男的 那轩轩想不想要一个小妹妹呀 想不想要一个小妹妹呀 太小欸 那你一定是最帅的那个哥哥是不是 嗯 那谁最帅 那谁最帅 爸爸最帅吗 爸爸帅不帅 哈哈哈 弟弟帅不帅 那轩轩帅不帅 哇 哈哈哈 太猛了 为了跟孩子第一次的独处时光来到这个节目 那这一次也是真正的实验上体会到了跟孩子来到农村的生活体验 对 实战中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他蛮享受的 我也蛮享受的 因为我们 出去了很多城市的东西比较 比如说钱包 手机 物贸 从温到我们的80年代的那个年龄 然后就让他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年代是玩什么 就说我们 我妈妈 都好了 带轩轩来过一次自己过过的童年 这也是我喜欢这个节目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觉得新鲜来了我们节目 很好动的感觉 他今天已经算是比较安静了 平时他在家里面一分钟不停 他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不停 包括在床睡着了以后 也是360度的然后转圈 然后经常我会骑这一脚那里 然后到天亮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要在什么地方 要到对我里面去找一找他 所以他睡着了也不安静 我给你们讲 你给他们讲 我晚上睡觉时候 明天早些 我最近还在睡觉时候 还在玩的时候 我昨天睡醒了 然后就都被我里面还在睡 哦 就是爸爸给你洗的碗是不是 是你要叫爸爸起床 是这样吗 是 是爸爸先起来然后下午 对啊 爸爸因为爸爸要锻炼嘛是不是 他现在跑步是不是 那你开心吗 早上跟爸爸一起早起 你不开心 你想多吃 其实他的饭量很好 哦是吗 对他吃饭基本上然后都是打后打后都吃 再加上 他要找姐姐那肯定是 他从一进村就对姐姐有好感 然后爸爸一要一就是因为说自从我参加比赛以后 进入上就没输过 然后他在我爸爸在他印象中爸爸就是要赢 就打完比赛以后回来总是像猪头一样 然后他会觉得他就觉得爸爸输了以后可能就会是那种样子 在他印象中可能他就是担心爸爸就心动爸爸 说爸爸你一定要你 想为了爸爸而骄傲的那种感觉 对啊 就不要让爸爸受伤那种感觉 刚说到圣圈铺里面吃 其实有很多家长都会担心小朋友不爱吃饭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第一季的办法宣传中 李香香姐就是他们家的Angela没有这个苦恼 直接就是自个儿就吃了 圈圈树脸 也是人家你放边上小孩然后都是小口小口 他拿着玩哇哇哇就 而且你喂他的时候一大口大口的 所以他他你别看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小胖小胖子 其实他他就是就是很硬的就很有这样的 然后他是很壮的这种那种胖 其实他不是那种虚胖 都说每个小胖子都是潜力骨 但是胖轩你不上四岁也依然轩你 哎呦喂一不小心我又表露了我痴汗的心上 不过下面这位获奖少年我更爱 因为春眠不觉晓粉丝不得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 一阳千玺嗨起来 是的 在饿补了好几夜的古诗后 随随我对千玺的热爱 只能用指出浆花红四火 一阳千玺只爱我来形容 哎呀 秀秀 最开挂少年奖一阳千玺 唱歌跳舞增益电影 哪儿哪儿都是无力千玺啊 但是少年路漫漫齐修乐器 别忘了工作之余 也要好好学习天天休息 要确实把我背一段吧 好 我们要唱歌干扰您吗 啊也可以 他说可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对啊 呃 独立严而黎敏心 腔瓶心又未患 右手一个给你快乐快乐 你又未患上我 好可惜啊 一阳千玺要受惩罚了 你知道惩罚是什么吗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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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左手 右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 右手慢动作从我 跟着手的 给你快乐 你能不能乱想我 跟着我一只眼睛动一动耳朵 转换耍衰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 紧张的烦恼算什么 确实 确实 看得懂吗 落个人之后 落个人之后 会想要有哪一条标准 放在第一位 第一位的绝对是 一流的烹饪技术 吃货 现在的我就是 随时都能饿的一个人 很需要 他在长身体 对 一阵风暂年后 我们来案例一座美男子 灵职颜值任性奖 表讲的是 白静庭 吴磊 陈翔 欢迎我们 旋风少女的三位主演 陈翔 白静庭 嗨 吴磊 欢迎 这样吧 咱们带上自个儿 骄傲的灵职 来做个自我介绍 比如说大家好 我是李沙玲子 我是93年的 从你先来 小白 哈喽大家好 我是白静庭 我也是93年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吴磊 我也是93年的 什么 你不是93年的 先实话说 我是99年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翔 我是92年的 什么 真的吗 我来之前做过功课了 是吗 你不要骗我 我上过三年级的 你 你 你从哪做的功课 百度啊 百度所有多少 多少 02年的 啊 好了 我们不说这件事情啊 今天我们避过这个话题 哈哈哈 没事 89年也算 也算90后嘛 对吧 也算 只有改身份证年龄之前 我89天 不是只差十几天吗 跟90后 对我以为你说我跟吴磊就差十几天了 你俩差多少呀 差十岁零十几天 哈哈哈 没有了因为我们说 《训练》上你这部剧真的是 完完整整 不折不扣的一个青春偶像剧 因为大家都特别的青春 那你们觉得到底是 零职重要还是实力重要呢 零职到底是什么呢 就年龄的插体 就年龄的颜值嘛 就像颜值一样 对 颜值 临值 比如说这你临值最高 首先我觉得 角色来说啊 肯定就是不同年龄 不同角色嘛 对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实力比较重要 对 像翔哥一样这么实力 对 太会说话了 小朋友 先学 小白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实力更重要吧 因为不同年度 对于就是演技来说 都是有优势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演技更能 体现 嗯 大哥 你发话了 在这我真是大哥 你叫我就答应了 嗯 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嗯 我觉得年龄又小 演技又好 这不是一大好事 对不对 你看看乌链 我刚才没说你呢 小白 你看 你看乌链和小白 年纪又轻 演的又好 对 像我们这种 年纪又大 演的又好的 就不行了 哈哈哈 哎 你看吧 我们栏目组本来有心机的 想挑起个争端 一不小心 变成了护花了 那没 其实在这都是年轻人嘛 那你们一起拍戏的时候 如果没有戏的时候 一般会 做些什么样的娱乐活动呢 玩杀人吗 还是什么之类的 杀人不好吧 犯法 还是这样的 哈哈哈 怎么杀人是什么意思啊 带哥呀 啊 那你说 是临职的问题吗 你多玩些啥 打球 对 我们三个在一块 最多就是打球 对打篮球 啊 你们经常一起打球吗 对对对 诶弦哥一般都是 打不打打不打 打不打 其实我这有一个 有一个数据啊 说 吴磊呢 跟RTA少年组成员左翼 Unique成员王一博 还有TFBOYS成员王俊凯 一起被评为了 内地四大最帅高中生 你怎么看呢 最帅高中生 嗯 这非常内心知己 其实我 今年才上高中的 对我现在还算是 他还是最帅的初手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让别人怎么想啊 还没上高中 都已经被评为 最帅高中生了 今天九月份上高一 你看一个是 即将成为 最帅高中生的 嗯 一个是 已经是 学校校草了 嗯 你应该 曾经 也是校草吧 我不是说吹牛啊 嗯 哈哈哈哈 怎么跟西药 员素点 感觉好像就是在吹牛 是吧 嗯 曾经啊 嗯 曾经 我去学校都是尖叫 你知道吗 嗯 嗯 这儿 啊 真香 对 你呢 真香 对 他已经要迟到了 哈哈哈哈 没有开玩笑了 其实我觉得 从来我也没有被评过 为什么笑草啊 斑草啊什么的 吉草啊都没有 嗯 就是我觉得 你的内心首先得是一颗草 你就不会去听别人的了 我觉得我就是个草 那我就是个草 所以我就觉得 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都还挺好的 嗯 你看看我做你刚刚的问题 让我怎么回应 十年前的事情我现在想得起来吗 没错 爸爸们 就像陈祥说的 你首先要把自己当根草 才有争当笑草的权利 他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然无言以对 但是 有些东西 人家生来就具备 我们靠想象是想象不来的呀 比如接下来 比如接下来要颁发的这个像 不得了呀 不得了呀 这个大将不得了 这位骚年 天生就自带 微微一笑很精诚的魅力 随随我早已被圈粉 微微一笑很精诚少年奖 杨杨 那我觉得自己红了以后 生活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最大的感受 变化就是 会有很多粉丝去现场谈班 对 后来大家很关心你 会担心你有没有吃饱 会不会中暑 对就这些 变化也是就更多人关注嘛 就比如说机场啊 接送机 对这些方面都是挺大的一个变化 有没有发生特别有趣的事情 跟粉丝之间 举个例子 跟粉丝之间 都可以都可以 就红了以后的生活 不能说是红吧 反正就是我觉得 我想让他们开心的 就是我能够有好的作品 带给他们 那现在吧 就是当红女士演员 杨杨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呢 你可以说工作的一天 也可以说是生活中的一天 都可以给大家来 更形象的展现一下 睡觉 吃饭 睡觉 不不 你肯定是撒谎了 因为你应该是拍戏拍戏拍戏吧 就是 睡觉 吃饭 睡觉 其实都一样 吃对我来说会比较重要 吃对我来说 我吃了八个饼 吃了八个饼 吃了八个饼 我吃了八个饼 吃了一份两个那个羊肉 一大盆饭 我特别喜欢吃长沙的 就是 就是 但是我不能吃特别辣 为什么 我只能 我有的时候吃辣的时候 我就只能是让 就自己去旁边准备一点热水 后来把菜放里面再涮一下 就要吃 所以 但是又忍不住想去吃 因为我觉得 成沙的辣会特别香 所以吃也特别舒服 有一种想吃又不敢吃的痛 叫做羊羊 不能吃辣 但又喜欢 又喜欢 但是我看粉丝 每次在你的活动都会准备一些小零食 然后送给 甜品 对小甜品都送给你 我觉得很窝心 太甜蜜了 很窝心 很窝心 果然是偶像跟粉丝都是杠杠的 之前拍戏是没有 没有 裸 哦 哦 你说漏了什么 没有没有 我的意思说除了我演的盗幕笔记 哦 对 这次呢是因为我刚刚参加完 花语少年 回到国以后 刚进组的第一天 就是裸戏了 而且是在就是不是在室内的啊 就旁边可能还会有很多粉丝在旁边 就没有完全的清场那种 没有清场 没清场 没有清场 所以那时候压力也挺大的拍那场戏 又很害羞 又不知道怎么演 又想把肌肉赶紧的展现给大家 那你对自己的那个身材有信心吗 我觉得等到戏里面看到 啊 之后就会 让大家去评判 对 让大家去评判 哎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 你在花哨里也算我的吧 我们是出去玩啊 哦 就大家平时生活中出去玩的话 游泳 那是肯定会脱上衣的嘛 嗯 这是很正常 不可能男生游泳的话 还穿一个声 紧身衣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想看到 不一样的裸戏的羊羊 就看去封少女 哎那其实 对裸戏好像 你并不是特别的介意 以后还会 有这种尝试吗 并不是特别的介意 那还是还说你是介意呢 你就是有点害羞是吗 对有一点害羞 嗯 那以后拍完这次经历以后 是会觉得 如果还有下一次导演要求的话 会 我一定会做好准备 我一定会做好准备 哈哈哈 没办法 一个特别爱照镜子的羊羊 当然会对自己的全身 都有特别精致的准备 会去做锻炼吗 为了拍这种戏 对对对 必须的 必须做什么样的锻炼 你平时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 必要追求完美的人 看出来了 从你在这个花上里头 特别爱照镜子 就看出来了 笑容一百分 帅气一百分 魅力一百分 Oh No 魂蜜蜜真是宇宙无敌 超级花魅男的眼智担当 就算耍耍臭美的小心机 也是素的样貌们不要不要的 暖心的帅哥最可爱 同为这人秀节目中 一颗亮眼的暖男性 马蹄羽获得接下来的奖项 那真是实质名贵 最佳巨蟹大白奖 呃 大家好我是马蹄羽 我也不知道 他们可能觉得我在那个 呃 某一个节目里面 可能会 比较喜欢照顾人啊 所以他们 刚好配上那个电影前一段时间 那个 所以他们这样 说实话 我觉得我是没有偶像包袱的 对 你能给我证明一下吗 证明一下 可能就是我可能就是 觉得自己长得太好看了 所以无论给我什么样的服装 我也会穿 无论给我换成什么样的装 我也会拍 然后 呃 无论给我说什么样的台词 我都会去演 就是 特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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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那个 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豪华的大餐 就是海鲜业 就是真的 其实没有花多少钱 但是真的就好豪华 什么生蚝啊 螃蟹啊 什么这个虾啊 那个螃蟹那个虾 这个鱼啊什么之类 都好啊 跟姐姐谈恋爱真好 好难 有齿的 我没量过当生日这事 跟我俩关系比较好 对 这是怎么个好法 你喜欢她那种姐姐型的 还是单纯她很照顾她 你把她当姐姐吗 没有啊 我会把她当成个女孩 真的啊 对 她跟你在一起 她 你不会觉得她是一个姐姐 那你私下会选择 什么样的人去旅行呢 我 会选志玲姐姐 就志玲姐姐 对 因为她 在生活上 首先说她也不矫情 做事情非常雷厉风险 很干脆的一个女生 嗯 好了 今天的获奖名单 就被各位揭晓到这里了 是不是还没有看过影呢 2015年过得太精彩 一集内容根本装不下我们放过的人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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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